观众朋友们好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十月二十六日 这里是华尔街电视华尔街网报当日第一期节目 现在我们继续为您带来有关中国以及世界的最新消息 如果喜欢请记得为节目点赞并且要订阅我们的频道 今天首先为您关注到的是来自南华早报的独家报道 在下周美国总统大选前 德国的高官呼吁美国与欧洲成立同盟共同应对中国 德国的国防部长和外交部长推动在中国问题上建立统一战线 这是在美欧新论坛启动后讨论与中国有关的问题的行动 首次会谈将于下月举行 这是在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和他的欧盟同行博雷尔上周五通电话后宣布的 欧洲官员长期以来一直抱怨北京再向外国人开放中国经济方面没有进展 最近有发现在新疆和香港的人权状况值得担忧 但是德国此前一直不愿意与美国走得太近 特别是川普在二零一六年成为总统以来 川普总统多次责备柏林没有向北约缴纳足够多的资金 以及整个欧盟与美国的竞争不公平 然而德国国防部长在周六建议加强一个新的西方贸易联盟 以共同应对中国 他说德国的利益以及欧洲的利益需要一个能够对抗自由贸易的危险秩序 反对中国咄咄逼人的国家资本主义 但是也拒绝目前华盛顿的单边孤立和脱钩的诱惑 他表示我建议我们接受一个新加强的西方贸易联盟的全球竞争的挑战 而欧盟和美国之间取消所有的关税和贸易壁垒 这并不是疯狂的想法 他说我们德国人非常关切地看到中国在国际贸易上的定位 他表示这些担忧包括中国长期以来的货币操纵 对知识产权的侵略性侵占不平等的投资条件 以及国家补贴的扭曲竞争 他说我希望默克尔之后的中国政策 无论是谁将接替他都会对中国提供更加批判性的视角 默克尔不大会在民免的大选中第五次当选 而一度被视为他可能接班人的卡伦鲍尔将于十二月从基民盟领导层卸任 在发表讲话的第二天 外交部长马斯也表示 跨大西洋关系的未来将由与中国打交道的正确方式决定 他在世界报上写道 华盛顿认为本世纪的巨大战略挑战在于中国崛起 跨越所有党派界限 因此下一届美国政府也将把政治和军事资本投向 在那里 有些人可能认为这是跨大西洋关系的削弱 而对我来讲一方面我们与中国为塑造新的跨大西洋合作提供机会 因为美国和欧洲在开放社会人权和民主标准 公平贸易自由海上行情 以及我们的数据和知识产权方面有着共同利益 如果我们想让中国遵守这样的国际标准 那么美国也可以从欧盟作为北京最大的贸易伙伴的角色中获益 而如果我们在世界贸易组织中用一个声音说话 而不是相互征收关税 那么我们也可以制定新的标准 比如在强制转让技术 或者是在与中国国有企业的交易方面 马斯还表示 经过四年的困难时期 现在是跨大西洋伙伴关系重新开始的时候了 因为我们分歧的受益者是在北京和摩斯科 在德黑兰和平壤 而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来自新闻周刊的独家报道 文章开篇就说 在夏天随着川普和拜登的竞选活动都在加紧努力 劳拉丹尼尔斯杰西洋还有爱林布朗也开始忙碌起来 他们在推特和其他的社交媒体上发表对美国政治和社会的批评意见 他们在推特上面发帖 谈论对疫情的处理不当 还发布了有关于种族不公的帖子 而且他们还分享了他们对于川普总统的个人和政治丑闻的不好看法 这三位女性似乎和其他数百万美国人一样 每天都会在社交媒体上表达对美国现状的不满 但是他们也有异常之处 这几位女性的信息 有的时候和Facebook还有推特上面其他人的信息完全雷同 他们倾向于发表笼统的声明 贬低美国和民主制度 而不是提及具体的事件 有的时候他们出现语法错误 用呆板的方式把文字拼凑在一起 比如黑人从来不是奴隶挺起你高傲的头颅 还有的时候文章写得很傲口 显然不是说英语的人可以写出的话 有时候他们的文章中也会出现杂乱的中国字符 后来大家发现这几位人其实根本不是女性 而是与中国有关联的团体 在二零二零年大选前在美国挑起分裂和动荡的系统性运动中的机器人 澳大利亚安全政策研究所网络国际政策收集中心 在今年夏天对数千条此类推特和脸书贴子进行了分析 将其描述为跨平台的不真实活动的一部分 这些活动由中国的行为者进行 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诋毁美国地位的整体政治目标一致 文章介绍这些虚假活动只是一个例子 随着美国大选的临近 与中国有关的团体似乎在加强活动 比如在过去六周谷歌和微软都报告了与北京有关的网络攻击企图 这些攻击的目标是与拜登和川普竞选活动合作的个人 然而与二零一六年俄罗斯干预不同 大多数源于中国的活动并没有明显的偏向一位候选人 而不是另外一位 正如美国国家反间谍安全中心的主任艾瓦尼娜所讲的那样 这似乎为了重塑美国的政策环境 向其认为与中国利益相反的政治人物施压 并且转移和反击批评 专家表示与选举有关的活动 这是中国多年来更大规模 也是更深入的干涉活动的一小部分 作为新闻周刊为期四个月的调查的一部分 对二十几位分析家政府官员 还有其他中美专家的采访表明 共产党和其他与政府有联系的实体 一直在通过美国联邦州 还有地方一级的多种渠道 努力创造条件和建立联系 以促进北京的政治经济利益以及野心 这些渠道包括企业大学智库 社会和文化团体 华侨组织 中文媒体 中国社交媒体 还有消息应用微信 此外新闻周刊发现在美国有大概六百多个这样的组织 他们都与中国共产党保持着经常性的联系 并且接受共产党的指导 活动范围十分巨大 涉及社交和商业聚会 广泛的信息宣传 以及建立可以为北京谋取利益的各种渠道 最近有消息表示 亨特拜登与一家中国能源公司进行商业交易 渴望与他的父亲建立联系 而川普总统的中国银行账户 也是一些中国观察人士认为的令人担忧的最新例子 还有人指责大规模的经济间谍活动 FBI的局长在哈德逊研究所发表演讲时就表示 该机构每十个小时就会开启一项与中国有关的调查 在美国将近五千例活跃的反间谍案中 几乎有一半都跟中国有关 而中国当局方面一直声称 美国扭曲了中国与当地社团的交往 并且坚决否认他们在干涉美国内政 但是美国当局和美中专家都坚持自己的立场 美国国家反间谍安全中心首席执行官则表示 不管是司法部门政府部门FBI部门 他们都在层层拨开 并且揭露隐藏在一些其中的组织和活动的真相 他告诉新闻周刊 影响还在不停地进行 而且这并不是在真空中发生的 有一场选举即将到来 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跟军售有关的消息 根据来自中央社的报道 针对美国对台军售 外交部发言人表示 将对参与军售的洛克希德马丁波音访务 还有雷神等美国企业以及相关个人实体 寄出制裁措施 根据中国媒体报道 赵立坚是在中国外交部的例行记者会中做出的上述表示 他声称中国多次指出 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装备是违反一个中国原则 还有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 严重损害中方主权和安全利益 而中国对此强烈反对 并且予以强烈谴责 他说为了维护国家利益 中国决定采取必要措施 对洛克希德马丁波音访务还有雷神等美国企业 在销售和武器过程中发挥恶劣作用的美国有关个人实体 实施制裁 在美国东部时间二十一日 美国国防安全合作署发布新闻稿指出 美国国务院批准三笔对台军售 并且已经正式支会国会 这三笔军售的总价值大概是十八亿美元 是美国总统川普上任后第八次对台军售 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跟政治有关的消息 在十九届五中全会召开之际 解放军报在头版刊登了两篇战役盆满的文章 声称军事训练应该瞄准强敌对手 聚焦准备打仗 该报的评论文章说 习近平在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七十周年大会上 要求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铭记抗美援朝战争的艰辛历程和伟大胜利 敢于斗争善于斗争 知难而尽坚韧向前 文章说必须要加快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把人民军队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强战略支撑 而另外一篇文章则说 当今世界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疫情等加剧了大变局的演变 而解放军军事训练外部环境内部条件出现了深刻变化 各种因素叠加冲击 给军事训练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文章引述军委训练管理部的负责人说 面对复杂形势和兼具任务 军事训练应该瞄准强敌对手 聚焦备战打仗 着眼随时能战 做到战训议体 并且加快和生成提高打赢未来战争的能力 这样的一番强硬表态引起了外界的普遍关注 最后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跟商业有关的消息 根据多家媒体报道字节跳动正在评估 将抖音业务独立在香港上市 目前与高盛在内的多家投资银行讨论成销事宜 而字节跳动的人士向媒体证实 的确有拆分业务上市的计划 但是现在没有定案 根据媒体报道 字节跳动考虑将抖音业务单独在香港上市 早在今年七月就已经传出了类似的说法 当时这件事评估 如果字节跳动将中国业务单独上市 市值将超过一千亿美元 但是上市计划如果只有抖音 那么预估市值不会这么高 媒体分析字节跳动考虑将抖音单独上市 很有可能是受到在海外受到打击 包含美国要求出售在美业务 以及在印度下架等新闻影响 报道提出抖音最大的竞争对手快手也将去香港上市 一般认为时间点将是二零二一年第一季 不过也有消息指出 快手在年内也许就会完成在香港上市 市场评估快手的市值大概是五百亿美元 根据公开资料显示 抖音在今年八月时 每天的活跃用户数量超过六个亿 根据快手在二月份发布的二零一九快手内容报告 快手每日的活跃用户 在二零二零年初突破三亿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华尔街电视华尔街网报的主要内容 希望你喜欢并继续关注华尔街电视的其他节目 观众朋友们好 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十月二十六日 这里是华尔街电视华尔街网报 当日第二期节目 现在我们继续为您带来有关中国以及世界的最新消息 如果喜欢请记得为节目点赞 今天首先为您关注到的是跟中国政治有关的消息 我们知道吴忠全会在今天正式拉开帷幕 而根据台湾自由时报引述 现在王岐山和朱镕基频繁曝光 似乎气氛非同寻常 报道引述媒体消息指出 吴忠全会已经预定从今天起到二十九日周四在北京召开 而北京现在提高了警备等级 举行的京西宾馆更是戒备森严 由于四中全会期间曾经有一人在京西宾馆死亡案例 这一次吴忠全会更是非同寻常 此次全会关系到是否有接班人 习近平是否从总书记变党主席等问题 格外受到瞩目 而该报道引述分析认为 之前传出王岐山心腹落马被处理 被视为是与习近平关系不同的迹象 但是在十月二十三日 国务院的前总理朱镕基九十二岁生日当天 身穿红袍在医院庆生的照片在网络流传 紧接着在十月二十四日 王岐山又以线上致辞的方式出席在上海召开的第二届外滩金融峰会 而现在如火如荼的美国大选正在紧张举行 原先被认为民调领先的民主党拜登被爆出儿子的电邮门事件 还有各种性丑闻涉及到包括拜登在内的民主党人在中国发大财 虽然消息没有经过证实 但是在社交媒体已经走红 现在拜登与习近平的个人交易 尤其是长达二十五个小时的私人晚宴 已经成为了共和党人调查的焦点 似乎整个美中关系更加诡谴 虽然五中全会是闭门会议 其中的更多细节不会向外透露 但是外界观察者也一直在悄悄期待 其中是否有变局产生 而如果出现变局是否会成为十月的又一个新旌旗 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有关外交方面的消息 中国外交部周一宣布采取对等反制措施 要求六间美国的媒体驻华分社 从即日起七天之内向中国方面申报 在中国境内所有的工作人员财务经营 所拥有不动产信息等书面材料 此前美国国务院日前再将境内六家中国媒体分支机 列为外交使团 此举被广泛认为是北京方面的报复措施 根据媒体今天引述外交部报道说 外交部宣布对等反制 这六家驻华的美国媒体必须要申报人事以及财务记录 分别是美国广播公司ABC 洛杉矶时报 明尼苏达公共电台 美国国家事务出版公司新闻周刊以及美国专题新闻社 根据外交部发言人的说法 美国方面的举动是对中国媒体驻美机构和人员的政治打压和污名化行动 所以中方对出对等反制是合理正当防卫 而发言人还批评美国方面的做法基于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偏见 损害了中国媒体的形象 并且暴露了其自我标榜的所谓新闻自由的虚伪性 而中国方面敦促美国方面立即纠正错误 否则中国方面将采取进一步的反制举措 再要为您关注到的则是跟美国政治相关的消息 民主党众议院高级议员在周一表示 特别顾问办公室已经对国务卿蓬佩奥在以色列进行官方外交旅行时 在共和党全国大会发表预先录制的讲话 是否违反哈欣法案进行调查 我们的办公室已经证实 特别顾问办公室对国务卿蓬佩奥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潜在违反哈欣法案的行为进行调查 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恩格尔 还有众议院拨款委员会的主席洛维 在一份声明中这样表示 蓬佩奥为自己的行为进行辩护 称自己是以个人身份参加的而不是公务的一部分 他说他的言论也得到了国务院律师的背书 但是民主党人仍然摩拳擦掌 他们说蓬佩奥明显将国务院政治化 从耶路撒冷录制的大会发言 在公务外交旅行期间违反了哈欣法案 还有国务卿自己的国务院准则 禁止工作人员参加党派活动 他们在八月就可能违反哈欣法案展开了调查 而他们对于蓬佩奥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演讲的调查 是在上周披露独立的联邦监管机构 就蓬佩奥承诺公布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 使用私人服务器的相关邮件 对潜在的违反哈欣法案行为进行立案调查之后进行的 这样的案件是独立的无党派的非盈利道德监督组织 美国监督要求成立下建立的 蓬佩奥在本月早些时候接受福克斯采访时 回应川普总统说法表示 他将努力公布克林顿的电子邮件 蓬佩奥上周带在记者简报中表示 当他们准备好被出示时 我们就会出示这些邮件 而民主党人还对蓬佩奥在十一月三日总统大选前几周 在关键的摇摆州向国内听众发表演讲提出异议 表示这一位国务卿在为川普总统站台 其中包括九月二十四日在威斯康星州议会的演讲 以及九月二十在德克萨斯州的建讯会教堂的演讲 十月三日蓬佩奥在支持声明反对堕胎的基督教保守派组织 佛罗里达州家庭政策委员会晚上发表讲话 而在白宫爆发疫情感染总统后 他取消签字出席活动 民主党人指责蓬佩奥是前堪萨斯州共和党国会议员 被认为是潜在的二零二四年总统候选人 他利用他的办公室为他未来的政治野心打下基础 随着我们越来越接近今年的选举和他自己不可避免的回归选举政治 迈克蓬佩奥才滥用国务院和资助国务院纳税人税资金 为政府和他自己的政治野心工具方面变得更加厚颜无耻 恩格尔和洛伟在声明中这样表示 国务院多次错过了国会监管员的最后期限 没有能够提供他最近在国内演讲的文件 这将有助于我们了解这些文件是否有不当的政治活动 因此我们感谢有关部门 蓬佩奥先生不能像解雇金茶掌那样解雇他 而调查此事 国务院为蓬佩奥的国内旅行辩护 认为其直接向美国人民传达了国务院的使命 还有川普的外交政策议程 民主党人也在调查蓬佩奥三月推动解雇国务院监察长 利尼克是否构成政治报复行为 利尼克当时正在调查蓬佩奥和他的妻子 是否为了个人利益滥用部门资源 据信这项调查还在继续中 而根据联邦记录法 国务院有法律义务建立和保留部门行动文件 包括部长以及其核心圈子的行动 恩格尔和洛伟这样写道 国会完全有权审查这些官方记录 无论是在国务卿离任前还是离任后 而再要为您关注的是库什纳的最新行动 根据来自彭博社的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的女婿高级顾问库什纳表示 黑人必须要想要成功 他岳父的政策才能够帮助到他们 他说我们在很多黑人社区 大部分是民主党社区中看到的一件事情是 川普总统的政策是可以帮助人们 摆脱他们所抱怨问题的政策 但是总统不可能比这些黑人所希望的更能希望他们成功 库什纳的言论在网络上引起了很多批评 民主党人说他在暗示许多黑人不想成功 而川普的竞选团队认为 与二零一六年竞选时期相比 他的连任已经吸引了更多黑人支持 这得益于他签署的减少非暴力犯罪者刑期的法律 增加历史上黑人高效的支出 以及为低收入社群的投资者提供新的税收优惠等政策 根据上周公布的民调数据分析 川普在二零一六年在黑人选民中实力八十二个百分点 但是今年已经将支持率差距缩小到七十一个百分点 特别是在黑人男性中 他的情况有所改善 将劣势从七十二个百分点削减到现在的五十七个百分点 而库什纳表示现在在全国各地看到的是黑人社区的支持热潮 他们意识到媒体和民主党人对于川普所说的不同的坏话都不是真的 所以他们看到他实际上已经对象的承诺 川普总统可能并不是总是说正确的话 但是他做出了正确的事情 他说出了心中的想法并且得到了结果 而川普总统在竞选演讲中经常向白人选民发出呼吁 比如承诺不让低收入住房进入美国郊区 还因为对美国黑人遭受警察暴力的全国性抗议活动 做出敌意的回应而面临批评 而库什纳在周一的采访中对黑人生命平权运动表示不屑一顾 他说你看到很多人只是在做美德信号 他们在网络上哭泣 在球衣上贴上口号 或者是在篮球场上写一些东西 坦率地说这是在使国家两极分化 而不是让人们前进 民主党总统的候选人拜登创川普总统为种族主义者 但如果其他方式保持不变 即使是在黑人选民中取得进展 也可以帮助总统赢得连任 但是自从二零一六年以来 总统在白人选民中失事 尤其是女性选民 根据民调数据 现在这些女性选民对拜登的支持率 已经有六个百分点的优势 而在四年前川普总统的优势是九个百分点 虽然一向远高于美国白人黑人失业率去年降低至历史最低水平 比白人失业率仍然要高两个百分点 这样的差距在大流行期间中再次扩大 上个月美国黑人的失业率是十二点一个百分点 而美国白人的失业率则是七个百分点 美国黑人家庭去年所拥有的财富是白人家庭的八分之一 美国黑人也不大可能持有股票 即使是在今年的流行并中 股票经历了创纪录的涨幅 二零一九年只有百分之六点七的黑人家庭持有股票 而白人家庭则是百分之十八点六 在去年不到一半的黑人家庭拥有住房 而白人家庭拥有住房的比例则是百分之七十四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华尔街电视华尔街网报的主要内容 希望您喜欢并继续关注华尔街电视的其他节目 观众朋友们好 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十月二十六日 这里是华尔街电视华尔街网报当日第三期节目 现在我们继续为您带来有关中国以及世界的最新消息 如果喜欢请记得为节目点赞 并且要选择订阅我们的频道 今天首先为您关注到的是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相关提名情况 美国国会参议院在今天晚上以五十二票对四十八票 批准联邦上诉法院法官艾米巴雷特出任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 来自缅银州的共和党参议员柯林斯加入了参议院全体民主党成员一边 对确认巴雷特出任大法官投了反对票 而柯林斯说他不投支持票是因为下星期就要选举总统了 根据报道至少一百五十年来还没有任何一位最高法院大法官 在记名的表决期间在没有得到任何少数党成员的支持下获得确认 最高法院有九名大法官巴雷特是总统川普提名的第三位大法官 他将使得最高法院在意识形态方面向保守派出现倾斜 而保守派大法官将拥有六比三的优势 预计最高法院大法官托马斯在晚些时候在白宫举行的仪式上主持宣誓 正式选择让巴雷特宣誓就职 而现场情况也的确如此 川普总统在介绍中说托马斯大法官是任期最长 而且备受尊敬的一位大法官 民主党方面一直政变说 选择最高法院大法官的决定应该由总统选举的胜者做出 民主党人说在二零一六年初的选举年 共和党人在最高法院空缺席位的问题上就采取了这样的立场 当时民主党的总统奥巴马提名联邦上诉法院法官梅里克加兰出席最高法院大法官 但是共和党人拒绝考虑 而在星期日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在推动巴雷特提名时说 参议院正在做正确的事情 我们要把这项提名向前推进 而报道说来自马赛诸瑟州的民主党参议员沃伦表示这次法官是非法的表决 说这是一个绝望党派的最后挣扎 巴雷特有可能审议与川普总统有关的选举纠纷 不过他是不是会因为自己是川普总统的提名人选而回避 目前还不清楚 两星期前在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的确认听证会上 巴雷特被问到是否回避有关延长选民邮寄选票的最后期限 以及其他两党争议问题的法庭听证 他拒绝回答 巴雷特几乎肯定会参加十一月十日最高法院 有关是否废除美国评价医疗法的新诉讼的听证 而川普总统试图推翻这一部法律 这部法案是在前总统奥巴马的推动下 在二零一零年通过的俗称是奥巴马医保 这项法案为数百万美国人提供健康保险 但是现在在新冠病毒激增之际 奥巴马健保存费是很多人关注的问题 而长期以来共和党人一直争辩表示 奥巴马医保让纳税人花了太多的钱 让政府对医疗有太多的控制 而二零一七年共和党人控制的国会废除了这一部法律中 要求有支付能力者必须购买医疗保险的条款 而共和党人希望最高法院宣布整部法律都无效 他们说没有了强制购买医疗保险的关键条款 法案的其他部分也就站不住脚了 而在这一次提名会上 川普总统对于巴雷特法官的资质以及背景大家赞扬 但是在巴雷特法官自己的论述中 他却说出了一番让外界看来有一点惊讶的话 他说能被邀请在这个职位上为国家服务是我的荣幸 今晚我站到这里荣幸也很谦卑 但是他话题一转说追求自己的政策偏好是参议员的工作 事实上如果参议员把政策目标放在一边 那就是一种失职 最近几天我在国会山与很多参议员进行了对话 但是我要特别强调的是 对于大法官而言抵制他的政策偏好才是他的工作 如果大法官向他们屈服 那就是一种失职 联邦法官不参加选举 因此他们没有理由声称他们的喜好反映了人民的喜好 这种责任与政治偏好的分离 是司法部门在政府三权分离中的独立之处 法官宣布独立不仅要独立于国会和总统 而且要独立于可能使他动摇的私人信仰 而再要为您关注到的仍然是跟中国政治有关的消息 这里一起来看到的是来自日经亚洲评论的报道 文章表示中国共产党的最高政策制定机构 在周一开始的全会上讨论了二十五年以来从来没出现过的长期计划 中国官方的新华社报道了十九届中央委员会五中全会的开始 该会议将持续到周四 官员们不仅将讨论中国从明年开始的第十四个五年计划 还将讨论非常不寻常的一直到二零三五年的目标 中国观察人士普遍认为这为习近平未来留任多年奠定了基础 这将标志着自从一九九五年由时任总书记江泽民主持的集会以来 所谓的十五年超常规划首次出现在全会上 全会为二零一零年设计了经济和国防目标 而这被认为是江泽民为什么在二零零二年胡锦涛接替他担任党的领导人之后 继续担任监督人民解放军的中央军委主席两年的一个重要因素 而这一次习近平可能会把这种长期规划作为长期留任的重要基石 作为距离二零四九年现代中国成立一百周年近一半时间点 二零三五已经成为习近平领导下的规划焦点 政府着眼于在这一年制定经济发展相应的目标 欧亚集团中国和东北亚业务主管希尔森在周五的报告中说 全会将标志着迄今为止中国最具地缘政治性的五年计划出台 这反映了习近平在需求以及供给方面提高中国自力更生能力的动力 他表示二零二一年到二零二六年的五年计划应被视为十五年议程中的第一个五年 因为习近平一定会寻求在二零二二年之后继续执政 希尔森表示在习近平之前的时代五中全会是向下一代领导层过渡的一部分 五年计划的实施将落在下一任领导身上 但是习近平在二零二二年第三次留任的野心改变了这一次会议的作用和意义 而中国观察人士也在聚焦本周聚会上的高层任命 这可能意味着即将进行的权力交接 早在二零一零年习近平在全会上被选为中央军委副主席 巩固了他作为候补领导人的地位 通常情况下中共高官有七上八下的规定 也就是在年满六十八岁后的下一次五年一次的党代会上 就宣布下台 而习近平按道理应该在二零二二年的会议上让出领导权 因为届时他将六十九岁 然而在二零一七年的上一次党代会上并没有出现可能的接班人 如果这种状况在五中全会上继续 那就表明习近平正在争取在二零二二年之后继续执政 按照宪法的要求 江泽民和胡锦涛在两个五年任期后都下台 但是二零一八年习近平修改了相关的章程 取消了国家主席的任期限制 为习近平的第三个任期打开了大门 全会将于周四结束 提出五年计划还有长期的政策目标建议 根据以往的先例 当天可能只公布大纲 全文还有习近平的更多解释将在几天之后发布 而市场观察人士所期待的数字目标 有望列入完整版中 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跟社交媒体有关的消息 根据来自路透社的报道 美国的上诉法院在周一驳回了司法部的要求 也就是允许政府立即禁止苹果公司 还有谷歌在美国应用商店提供腾讯和微信下载的要求 第九巡回上诉法院的三名法官小组在简短的命令中表示 政府没有证明他将在这一上诉期间遭受迫在眉睫的不可弥补的伤害 而这一上诉现在正在进行 此前在周五旧金山的一位美国法官驳回了司法部的请求 也就是推翻他针对微信用户提起诉讼 而寻求的阻止美国商务部实施禁令的决定 微信用户当时表示裁决将避免数百万美国人所依赖的主要 通讯平台遭到前所未有的关闭 商务部的命令原定于九月二十日生效 还将禁止其他美国人与微信进行交易 可能会使得这个应用在美国无法使用 而上诉法院表示此案将被列入二零二一年一月的日程 现在腾讯和商务部都没有发表评论 而司法部认为微信还有中国短视频分享应用 都威胁到了美国的国家安全 微信在美国平均有一千九百万日活跃用户 他在中国学生生活在美国的华人 还有一些在中国有个人或者是商业关系的美国人中很受欢迎 这样一款移动应用在很多中国人中是日常生活不可避免的一部分 在中国一共拥有超过几亿用户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华尔街电视华尔街网报的主要内容 希望你喜欢并继续关注华尔街电视的其他节目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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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